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胜文今天出席雪龙留台同学会举办的教育展后指出 高中技职计划开放给国中及国民型的高中生 而学校将与附近的工厂和商店合作提供实习培训 学生毕业后可选择就职或升学 上兴茅诺的武吉拉曼·布特拉中学将率先实行这项计划 目前有六家厂商参与其中 我们现在的试验是在村外部落的一间中学 包括这个冷气 包括美容 包括这个修理摩托车 我们的目标是10%的中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张胜文指出 实行高中技职计划的要求是 学校的合作对象必须是轻工业 而且学生不能收取一分一好的工资 沦为同工 否则将会违反劳工法令 另一方面 针对市庚庄域群中学的家长 抗议该校校长被调派到嘉颖玉华中学 并认为该校董事长发函给雪州教育局 推荐副校长升任校长的举动 背后藏有政治因素 张胜文解释 这一次调派是根据域群中学校长的居住地和需求而定 所以不应该被政治化 任何的董事部都可以提你们建议的名单 如果这个名单又符合我们的标准 一般上教育部或者教育厅会依据这个董事部的建议 所以在这当中没有所谓的什么黑手 折手折天 关于班达马来华小A校不接受雪州教育局 调派即将在两年后退休的校长担任该校新校长 张胜文表示 新校长拥有丰富管理学校的经验 因此有关新校长需要一年时间熟悉学校 和无法在短时间内发挥所能的说法并不恰当 不过 张胜文会在近日内和州教育局长商讨此事 NTV7 洪美玲 黄子航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